其实这条新闻我们以前说过 就是在上海和北京之间将会开行 450公里时速的高铁列车 这样上海到北京之间的通行距离 通行间隔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 其实不光是450公里的时速的列车 我们说过了 600的我们也说过 所谓的C450和C600 的问题 那谁知道最近又把这件新闻拿出来热炒 连胡锡进听了以后都觉得兴奋 说只要上近乎之间 只要2.5小时 两个半小时到 那太快了 太方便了 那还要什么飞机 想想也是 你现在从上海坐飞机到北京 2.5小时肯定到不了 因为如果把前前后后的 这些时间算进去的话 那如果是高铁又安全又稳定 2.5小时不浪费什么时间 基本上金户之间出差可以当天往返 这多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人家说这也就是个理论数据 算算可以 但实际上跑的话 它肯定不止2.5小时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真正要压缩了2.5小时 可能还得等到时速600公里以上的 类似于磁悬浮这样的列车了 这也就是个理论数据